同学们请拿出你的笔记本 这是第二十二课 我们今天学天气 第一个字你们要写天气 你喜欢什么天气 我喜欢晴天 第二怎麽样 怎麽样 怎的上面是昨天 下面是新 m是什么的m 样有木的部首 怎麽样 今天的天气怎麽样 你的中文课怎麽样 你的英文课怎麽样 中国怎麽样 第三个字是晴天 晴天 晴天的晴有日的部首 晴的右面 是这个天 是天气的天 今天的天 昨天的天 在你的笔记本里 请你写两个中文字 两个中文字 有这个字 还有哪个字 有这个中文字呢 请写两个 第四个字是晴天 第四个字是晴天 晴天有月 有天 小心 careful I have students who get confused with this character eventually they would go 那 那是什么 it's kind of reversed it's kind of reversed and then it's a 员 instead 同学们 在你的笔记本里 请你写 今天的天气怎麽样 今天的天气怎麽样 write that question down 今天的天气怎麽样 and then can you answer that question too based on the picture that life Jones drew 谢谢 下雨 这是雨 下雨 请问 下什么意思 在你的笔记本里 can you give me two examples where you can use the word 下 in different context 下雪 下雪 下雪是下雨的下 雪 请问 雪的笔手是什么 雪的笔手是什么 请跟我说 热 热 热 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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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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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晴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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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雪 下雪 阴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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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晴天 今天是晴天还是阴天 今天下雨还是下雪 今天冷还是热 谢谢 同学们再见 下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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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判了 下雨